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第五題 請看到 來看一下 講義第五頁 第五題 假將其所有的土地 兩筆分別出租給乙丙 並分別由法院公證人做成公證書 在民因禁售強制執行 其實看到這裡就知道他要搞什麼了 如果假設出現公證書的話 其實要考你的就是 同學公證法十三條第一項 你背了嗎 就考這一個 最主要就是背公證法的 的規定 然後呢 好 我們先把題目看完 我再幫同學再複習一下公證法 他說 假以的公證書的內容約定 土地用途工耕作期限 五年借滿時交還 這是第一個部分 假跟以之間的公證書 這一題裡面有兩份公證書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假跟丙呢 他說 假丙的公證內容約定 土地的用途為 停放土地 這個車輛空地 期限 五年借滿時交還 好 這個是假跟丙之間 第二份公證書 所以這一題是兩份 好 那問你說 假將土地分別交付給乙丙之後呢 乙未耕作使用 這個是乙的部分 所以這邊也標一個1 乙的部分沒有耕作使用 緊供堆積廢鐵場地 好 丙的話呢 在上面大概避風雨的違章建築物經營攤販 買賣 請問朱旗借滿時呢 請求對乙丙執行 好 請問第一個 乙的 公證書能不能執行 第二個 丙的公證書能不能執行 所以你看他考公證的話就是在考你 這個公證法的13條第1項的規定 那我們回想一下 就是公證 公證書的執行的前提要件 原則上4個要件 第一個是公證人依公證法做成公證書 第二個是4種法律行為 第三個是必須要有約定執行約款 就是如果預期 如果假設不履行的話 應禁受強制執行 這個 這個執行的約款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債務人給付辭言 第4個這個是一個 非明文的要件 因為他這4個要件裡面呢 最難的就是第2個要件 那4種法律行為 公證法13條第1項的規定 我幫你們列在講義上面 你們可以去 再多看幾次 那我告訴你們怎麼去背他 你可以看到第6頁我幫你 做一個表格 就是記憶的要點 你要知道前面兩款 13條第1項前兩款 他講的是洞產 後面兩款講的是不洞產 那前面兩款呢 第1款講的是金錢 給付金錢 或其他這個代替物 一定數量為標的 那我有幫你把這個記憶要點裡面的一定數量表起來 這個一定的數量他有可能成為考點 比如說他有可能今年他就不想考不洞產 他覺得每次都考不洞產 那個 尤其是土地非公根做貨建築 我每次考這個太無聊 他來考個給付洞產 或是給付這個金錢 那像給付金錢的部分呢 其實你要知道 其實第1款的給付金錢 他其實包山包海 他沒有限制是租跟借 只有不洞產限制租借 所以其實洞產的部分 他沒有限制法律關係 一定是租賃或借用 所以他 在這個給付金錢的話 他有可能這個 法律關係 譬如說他有可能是買賣家金 可能是承攬報酬 可能是租金 或是其他之類的 所以 這個第1款裡面 只要你的公證書裡面 是要給付一定數量金錢 這個都可以 這個作為執行民意 但是 重點在於一定數量 所以有一種可能是 有一種題目他考你說 這個金額呢 公證書上面沒有寫清楚 他的金額 所以一定數量就是你要寫得很清楚 要有阿拉伯數字或是 金額的數額 多少多少錢 100萬就100萬 200萬就200萬 如果假設你這個金額還必須要經過核算 還要必須要經過其他的矩陣 這個 原則上實務上都認為不行 因為你要知道公證書的執行民意我們只看公證書 所以 你的公證書上要能夠讓執行處 看得出來說我現在要執行的金額是多少 如果裡面的金額是說 這個 像有一種題目他說 我命這個債務人呢 必須 這個返還 至今為止所收受的工程款 那 至這個契約 這個終止時所收受工程款 你說契約終止時所收受工程款 到底是多少錢 還要經過核算匯算 這個能不能執行 不行 這上面即便有寫要給付金錢 可是如果金額一定數額的那個數字沒寫還是不行 所以這個也是 一個考點 那第二款是給付洞產 那洞產只要特定就好了 所以 比如說如果是 車子的話就有車牌號碼或引擎號碼 來去特定 那三四款比較常考 第三款跟第四款相同的地方都是 租借 那第三款講的是租用或借用 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於期限借滿時交還 所以第三款講的是租借 第三款是房子 第四款是土地 所以房子先在土地 然後房子的話呢 約定有期限交還就可以了 約定期限交還 那土地比較麻煩是除了說租借跟約定期限交還 他多了一個要件 所以多了一個什麼 非公跟座或建築 所以 最好記得方式就是停車場 停車場是不是非跟座也非建築 所以如果土地做停車場使用 然後我約定公證書 定期要交還 預期沒交還可不可以執行 可以 停車場可以 可是我如果土地上面是跟座 不行 土地上面是蓋房子 不行 所以 跟座蓋房子這兩個不行 因為 跟座的話要保護農民 然後 這個蓋房子的話 因為房子價值高 所以 這個不能夠透過這麼 這麼 這麼 不嚴謹的方式 沒有透過 訴訟 就來去這個 執行 拆房子還土地 不行 所以 這個是 第13條公證法 你要知道的 那我們這一題呢 他是 他是金錢 他是金錢 動產 房子還是土地 這一題是 考 土地 所以這一題其實他全部都在集中考你 13條第1項的第4款 土地 土地的話是租跟借嗎 都是租嘛對不對 所以租 有符合 那 定期要交還 也有啊 5年交還 那 呃 有沒有預期呢 也有 公正 人依照公正法做成 假設有 所以 重點在於說 這個第4款裡面的 非公跟座或建築 那這一題他其實考的是呢 他最主要在考你說 我約定做什麼 跟我實際上做什麼 如果兩個不一致的話 也就是他約定的內容 他現在公證書 約定的內容 跟 實際的 用途呢 那這兩個用途不一致 如果這用途 用途不一致 他約定的是一種 但是呢 實際是一種的話 如果用途不一致 請問要以哪一個為準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還是以約定的 以約定的 因為公正法13條第1項 他講說 約定非公跟座建築為目的 所以他的目的必須是 講約定的 所以我不管你實際用途 我只管約定用途 實際用途不管 實際用途不管 這也很理所當然 因為我們執行處在 做執行的話 是看你的 這個 公證書上面約定的內容 那你實際上怎麼樣去做 我們不會去做調查 我們就是看 看你公證書去審查 你這個是不是一個合法的執行意 所以這一題又變得很簡單啊 你看 甲乙呢 雖然 這個乙的土地呢 你看乙的土地實際上是 做堆積廢鐵 看起來不是跟座建築 但是當初約定是跟座 那約定跟座可不可以執行 不行 再來的話是 是丙 丙呢雖然說他實際上是蓋房子 經營這個買賣 但是呢 約定的話是約定停車廠 約定停車廠可不可以執行 可以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好所以這一題就是 你要記得複習一下那個公證法13條的 規定